其實我也不知道柯文哲要做什麼 就一個行政官員來講 我覺得這個我們討論侯友宜的支持度 還有在地方上面的 為什麼他的支持度 民意滿意度那麼高 大家知不知道全臺灣 有很多的閒案發生 他在新北市 他成立一個快打部隊 我上次討論過 然後成立一個行動治理 你看看一個市長 每半年六個月 就一區一區一區 二十九個區 他曾經去平溪只有七位里長 他花三個小時跟七個里長 座談三個小時 那些里長還有共僚也是 而且去就很遠 對一去就要一個多小時 一個半小時 那你想想看他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甚至於說 共僚有某些里 就是有選舉以來 國民黨從來沒有勝的 他還贏了兩票 不簡單 然後還有盧州 盧州三重 你想想盧州三重 這種深綠的選區 如果要獲得民眾的里長的認同 其實不是很容易啊 那你想他花那麼多時間 行動治理 他跳過了很多議員 所以你看我們台北市的議員 可能比較幸福 他跟里長都很熟 他跟里長非常熟 那每六個月就一次 六個月就一次 那你想想看 他的地方的基礎 很紮實 那很紮實以後 你說他當過那麼多的行政官員 今天是要選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總統 是一個CEO 是不是 那他有辦法把每一個區 每個區把他治理起來 那相對的 未來對他來講 在整合上面不是什麼困難 真的整合上面不是什麼困難 尤其我在這裡 我要非常非常的尊敬我們郭董 真的 郭董他從小在板橋 慈惠工那邊長大 所以他因為是他爸爸當警察 所以他的宿舍就在那邊 從小跟我們板橋很多 包括韓國瑜的哥哥也是他同學 所以他這板橋這個地區 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有些媒體說 我是挺郭 挺挺挺這個郭派的 跟林菁姐 其實這個是禮貌性 板橋我們要選舉 選議員的時候 他都來我們辦公室來協助我們 請他的同學 我有跟同學嗎 那你想想看 我們在板橋的板橋國小 我講個秘辛 我們五年前 就我跟郭董跟侯友宜 參加板橋國小 一百多週年 一百二十週年的校慶 郭董到現場 那個時候還二月份而已 那時候韓國瑜還不是氣候 才剛選完市長 就職還不到一百天 我們那時候就勸勁 郭璇總統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他的生意事業很大 他沒有起心動念 後來在五月份 他才想到說他要選 所以你看他爸爸是警察 所以五年前老實講 我們很多戰警 我們很多退警 是支持郭台銘 因為他的爸爸是警察 流著警察的血 所以我們在那個時候 是非常非常支持 當然我們選完以後 跟他還有很多互動的關係 為什麼侯友宜跟郭台銘 不會決裂 不會分裂 因為大家都是警察 因為大家都是警察 以信的爸爸也是警察 那你看看 是不是郭台銘 特別對警察的子弟 特別對警察的子弟 非常非常的密切 而且呢出錢出力 你看他一銷 他可以捐五千萬 給一銷總隊 警察消防 因公死亡 因公殉職 郭董都不弱人 他很多很多幫助 很多弱勢團體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或者是幫助很多 運動選手也是 所以在民間裡面 是其實很多年輕人 或者是運動選手 是非常尊敬郭董的 這次也非常感謝他 來甄宇 有人講 如果說郭台銘被提名 比較容易跟民眾黨整合 那這個侯友宜比較沒有 跟柯文哲比較沒有 那麼的交情 會嗎 我覺得首先啦 一直以來我們民眾黨的立場 其實就是非常的明確 我們是參選到底 其實從頭到尾都是這樣子 那一直以來 國民黨不斷的就說 要整合誰 然後要那個什麼 要把那個柯文哲 納入民調什麼什麼等等的 那我覺得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就說了 真的這是一個假議題 那也許是國民黨期盼著 可以來去做這樣的合作 我覺得很多的合作 其實包含到現在在立法院 我相信以信委員 應該很清楚知道 我們其實在議案上面 我們的議題上面 不管是跟民進黨也好 或者是國民黨也好 我們合作的前提是什麼 我們的方向跟理念是一致的 那當然可以合作啊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 拉回了一個政黨的主體性來說 我們要怎麼合什麼 是戰術上的合作呢 還是戰略上的合作 我覺得這真的是不需要來去 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我相信 2024撒卡都市在必行的事情了 那剛剛我覺得國村大哥說 不知道柯文哲在做什麼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因為我本身是柯文哲的隨行秘書 所以你剛剛說 他偶化七個里長 然後可以跟大家講三個小時 我每天陪柯文哲 一個一個里長去拜訪 所以其實在這個部分 我相信 只要是做過行政首長的人 每一個人對於地方上面的 拔甘情拉 或者是組織的運作 我相信每位首長 都是非常的盡心盡力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 就是我覺得剛剛 那智恩委員講的很好 我相信希望這一次 我們回歸到 不再是議事的統獨 不再是議事統獨 這樣子的方向去討論 終於有一次 我們的政黨輪替 有可能是來討論 到底國政的方向是什麼 政策論述是什麼 我們很期待2024 回歸一個正常的選舉